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经济恐怕是会出现硬着陆 而台股现在进入了单单五月天 根据历史统计台股在五月上涨的几率是只有44%而已 是全年度上涨几率可以说是最低的月份 上下区间不到500点的一个情况之下 到底要如何来选择高胜率的族群来做布局呢 还有过去一年台股是走跌的 但是国内生计股的整体的市值逆势增加了42% 那么突破了1.4兆 除了科技业呢 现在连金融业的大咖呢 都要来抢食生技的市场 到底呢 如何让整个新药开发可以变得更加的快速聪明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金周刊顾问林洪文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陈彦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中国中 陈彦好 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大家好 好 陈彦我们看到了美国经济呢 现在已经来到了衰退的边缘了 结果联准会主席鲍尔他竟然民调创新低 也是有史以来真的是最不受欢迎的联准会主席 对 现在美国的民众 对美国经济的前景 似乎来到一个史上的一个新低 因为大家对经济前景非常没有信心 不管是民众也好 中小企业主也好 这一次的民调 盖洛普做的这个民调 对鲍尔为什么要特别谈鲍尔 因为毕竟他现在手握联总会的一个大权 你的利率决策怎么样做 影响到了通膨未来的变化 以及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甚至到底经济能不能走出谷底 似乎都跟他有绝对的关系 结果对他的民调的信心是极具的下滑 也就是说你对于他未来 有没有办法带领美国的经济走向好转 既然民调只有多少 37% 这个比之前叶伦伯南奇都低 那拜登呢 拜登你也出去罰证 你多少34 你还敢笑这个鲍尔 对不对 你刚就任的时候还超过50 去年也有40几 对不对 那叶伦也不敢讲话 叶伦 鲍尔当数第一 叶伦倒数第二 对 他的财政部长的民调也30几 所以你看这几个巨头 如果民调都这么低 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前景 怎么会有信心 而且盖洛普民调调查就是说 当然这个是经济前景对不对 那我们在讲银行的事情不是 危机应该已经解除 我还是用应该 不是说一定确定解除了 那大家就会担心说 钱放在银行你会不会担心 你会担心吗 如果今天我钱发在银行会担心 那我能要放哪里 放在枕头底下吗 然后放在鞋柜吗 好像都不对 可是真的有48%的民众 受访者说他担忧 自己的钱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会不保 这个比率也后面太高了吧 甚至还有19%的人是非常担心 所以 极度的担心 对 很明显 我认为从通膨发生以来 一直到银行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不认为 鲍尔的解决的手段 或者是政策 有明显的解决问题 你说一开始通膨发生的时候 他说你们不要担心 他说没有通膨 没有这么严重 好 现在通膨很严重了对不对 大家说应该会降 他说你们想太多了 你们太乐观了 没有那么快降下来 那也就是说 他会不会他的决策 永远慢半拍 这个是大家担心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那你说民众 民众总是被媒体所掌控 那我们来看企业组好不好 因为企业组对于自己 营运的状况 我相信他最清楚 最了解了 对 美国独立企业联盟 NFIB 他们的小企业乐观指数 下降1.1到89 然后这个比华尔街日报调查的 还低 好 那这个NFIB的手机经纪家 就说实际上大众乐观的情绪 都没有改变 主要就是说 这些企业组认为说 大家觉得找不到工作 对不对 那他是觉得找不到合格的员工 还有一个问题是 除了职位空缺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 大家非常担心的还是什么 通膨 那你这个Bauer是在天上吗 你都不知道这个民间 不然应该讲凡间 这些重要企业组 非常担心通膨的问题 表示通膨到底有没有有效的解决 到目前我还是讲一个问号 虽然有缓和 但是还是蛮严重的 而且对企业组来讲 现在其实也很为难 你看明明这个公司 不错我们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对不对 这一家网络安全公司 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而且还拍了很多照片 老板 原空 主管 大家都大合照 甚至他们还在 这个推特上面留言说 那下一次要去哪里呢 回家吃自己吧 没有 他不是这样留 他还留说 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好不好 去哪里好不好 隔没几天就大裁员13% 派对才结束100% 派对才结束 就结束13% 我想问这是不是很残酷 这是不是非常的残酷 所以这代表说 企业营运的困境还在不在 其实还在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 其实就是要请麦卡锡 好好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现在拜登跟国会议员之间 在谈判对不对 你看9号他们是谈了 对不对 好 那也很有趣 你讲你的 我讲你的 我讲我的 我们两个觉得 我们谈得很精彩 而且有一定的进度 制作人说你们两个 到底在聊什么 可是实际上他们说很有成效 这个成效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你到底要不要解除上限 基本上当然共和党 想要绑架拜登 也就是说 你要我解除上限 增加额度 没关系 你要削减预算 拜登说不 我不削减预算 你要给我解除上限 两个就像对话 然后结果说很有成效 这是在讲什么 所以基本上 有没有进度 我可以讲这一个小时 而且我坦白讲 一个小时能谈什么 谈不出什么 所以然来 麦卡锡自己都说没有进度 所以为什么我说麦卡锡 麻烦你看一下 为什么等一下我后面会讲到 这一集你一定要认真看 如果英文不行 我再帮你翻译 现在华尔街的领袖就警告说 美国债务违约会造成的影响 是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 等一下我会解释 而且他甚至主张 永久取消债务上限 我也跟大家讲 实际上目前就只有美国 有所谓债务上限 实际上其他就是我们就 通过国会审议 我们没有所谓 大部分都没有债务上限的问题 目前是美国有 所以每次就调高债务上限 调高债务上限 调高债务上限 每一次都为了这样的问题 甚至必须去绑定一些条件 调高债务上限 过去历史有没有 有 也出现过非常的多次 但是如果一直没有办法 顺利的解决这个问题 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往下看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叶伦 叶奶奶 我也不好意思说谈 因为最近民调很低 他心情应该也不好 你看不管是叶伦也好 美营也好 索罗斯也好 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 为什么 叶伦说如果你债务违约 债务违约会出现什么事情 我简单跟大家讲好了 全世界大部分央行的一个存底 甚至所谓的主权基金等等这些 大部分都以什么方式存放 就是美元 他买的是什么 就是美债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美债是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你现在出现违约 你债务上限不提高 叶伦特别提醒大家 第一个 利息没办法付 第二个 保险资金没办法付 这些没办法付 他觉得说 但你们觉得是小事对不对 可是这就会导致什么 债务违约 一旦被降频 所有持有美国债券的这些 不管是国家或者是投资机构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一定要大幅度的调整 他手上的部位 到时候请问一下 用美元作为储备的这些国家 他还会用美元作为储备吗 难怪 难怪最近这几年 大家大量的持有黄金 是不是就是在担心 美国债务违约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提出了警告 我们不能小看这个警告 而且不止叶伦自己独立喊 他应该觉得很温暖 为什么 因为美银也跳出来讲 你要看这几个大投行 其实都很有影响力的 美银怎么说 他说这绝对会威胁 美元的主导地位 就是这个债务问题 大部分人都认为说美元走落了 因为这个什么人民币 因为这些金庄国家 他们好像要用自己的货币 然后甚至什么虚拟货币 可是实际上他提醒他 根本就不是其他货币带来的竞争 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问题就是美债 跟叶伦的讲法是一致的 只要你债务上限 你没有调高 一旦出现问题 就会损害美元的吸引力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所以叶伦一直提醒他不是第一次 他真的很哭口婆心 你不要觉得他婆婆骂 他是婆婆妈妈 但是你不要觉得他很啰嗦 因为他一直在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麦卡锡你一定要注意 我刚才讲的这个重点 就讲给你听的 那这一位索罗斯的一个战友 金融大俄索罗斯的战友 好 我们讲这么多我算什么 但是这一位索罗斯的战友 身价99亿美金 全世界前500搭付 他讲的话应该要注意一下 他不是喝醉以后 在当工厂的主人 因为他叫庄坑咪勒 他的名字就叫庄坑咪勒 他没有喝醉 他没有这 他很清醒 他现在他就提醒一下 他的意思也是说 如果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威胁 也就是债务问题 出现问题 有可能映卓路 那就是从瀕临衰退的边缘 对不对 接着出现映卓路 他说万一真的出现映卓路 如果会出现什么现象 失业率会到5%以上 还有企业的盈利 会大幅度衰退20% 你会看到很多 这个重要企业倒闭 他说这个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当然前提还是什么 债务违约 他也有讲前提还是债务违约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 你有控制好 Bauer 你的利率决策 能够有效的抑制通膨的话 这件事不一定会发生 当然but 就是but转折回来 他说万一真的映卓路的话 其实也不错 因为他认为说 这个经济危机衰退 可能比预期早发生 如果真的这个映卓路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投资机会 所以很多人说 那到底在讲什么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如果出现债务违约 美国的经济 会遇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还是要小心 但是不管有没有违约 这段时间 只要经济出现下滑的现象 其实就长期的角度来看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时机 刚才前一段我们看到 在美国的部分 虽然大家在先前认为说 应该是软折入的机会比较高 不过现在索罗斯的战友也提醒了 很有可能真的会发生 所谓硬折入的情况 美国的经济不好 当然台湾很难置身事外 尤其台湾现在进入了 所谓淡淡五月天 我要请教国中哥 现在台股在五月 我们说到按照历史经验观察 五月的涨率本来就很低 是一年十二个月当中最低的 只有44%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更令大家担心的是 利空消息 还比利多消息要多很多 确实是 五月份是最难操作的一个月份 很难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一个利多 跟利空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利空 利空包括年准会五月 会升息一马这部分 就是在五月初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消息 第二个就是第一季财报公布 这是在五月十五号之前 要陆续要公布 今天是五月十号 也公布四月份的营收 所以现在卡在所谓 四月份的营收 尤其台积电的营收 也在今天也公布出来 接下来还有一些 相关的财报陆续公布 大家也就知道 公布的财报 月后面通常就是表现相对 比较不好 第三个是报税的旺季 我想今天包括在联电的 六位的高层经理人 也申报2600张 也是为了要什么 要缴税 第四个月线跟季线 即将向下做一个交叉 第五个520政治敏感话题 这个礼拜完之后 现在下禮拜又马上 面临到520 520 因为这一年比较特别 因为两岸之间的一个变化 是相当敏感 所以下禮拜我想 包括一些比较属于大户 或一些高资产财来讲 可能在操作上 可能会比较先观望一下 先观望一下 第六个就是大户在出走 各位知道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一月份涨 二月份涨 三月份涨 四月份正常来讲 应该要会涨的动作 但是后来这个情况被改变 因为后来因为整个一个 大户的出走人数 超乎市场上预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之前相关媒体 我把它公布出来 大家有发现 大户的一个人数 持续做减少 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得到 包括大户或中市伍 他们都有这样一个路减少 所以说你在做减少的过程当中 可能各位你没有注意到相关的细节 因为各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这是我自己做的 你就可以发现 从刚刚所看的这张图表 人数这边是慢慢比较 从慢慢多开始变少 从之前的疫情的时候 慢慢变少 各位发现一个情况 为什么是说那时候 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 开始出现不一样的改变的走势 最主要在于说 你可以发现到 这是季整的人数变化 就这一季跟上一季的人数变化 你没有发现-28-26-17-9.9-4.7 你有发现到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发现人数已经变少了 可想而知你会猜说 第一季是不是应该会有可能是 人数会开始减少 甚至有可能更低 甚至搞不好也会有所谓的正成长 尤其今年第一季 大盘指数又上涨那么多 而且那么多利空一直测试 都跌不下去 所以市场上包括我 我都认为说这个部分的大户 应该是做回流动作 但没想到他公布的时候 是1736人 本来是-12.9 就表示说他没有 大户没有回来 大户没有回来 他本来跑得更快 换句话说 表示说大户有一些顾忌 有一些顾忌 顾忌是什么 或许是说可能是警戒问题 确实后来我们发现到 主技術或相关的研调单位 他们都有发现 整个市场上的警戒 没有像先前想得这么好 所以这些大户 他很清楚的是 警戒还没到来 所以他迟迟的 不愿意做一个进场动作 结果谁会进场 散户 散户的人数是增加的动作 所以这是从大户的角度 看起来是这样子 散户 中石户 你也发现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从大户跟中石户 因为大户觉得第一季 明明就涨这么多 结果没有想到 大户跟中石户 全部都没有回来 他没有回来 跑得更快 所以第二季各位可以想要知道 第二季你认为会回来吗 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回来 第一个他还要去观察警戒的部分 更何况第二季还有所谓的初宣席 这时候还要缴税 我们不认为说第二季 他会马上做回游 不过至少相对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会有机会 在这边做一个等待 或有机会再做一个等待 这整个大盘来讲 我认为说既然大户 他没有那么快就进来 我们认为说这个位置 你就只能边走边看 边走边看不是说 对后市看法比较悲观 最主要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盘的部分 我刚才提到说 大盘在5月份上涨就是4% 而且这个高低震荡不到500点 500点 真的很难操作 很难操作 所以很难操作 所以你在操作上 你就是类似一个 用控制一个持股比例 例如说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你就把草重的持股比之后 把它降低 然后相对低的时候 你就再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投资人会说 那什么叫做高 什么叫做低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一个指数的变化 4月份的抽盘是15579点 15579点 你把这个当作 相对参考值 凡是5月份的指数 高于这个位置 相对它就变成是上涨 我们刚才提到 上涨機率只有44个分数 所以高至上 它却有拉回压力 所以这个位置至上 你就是做一个调节动作 大概有意思 15650到15750会有压力 最主要是在于说 这边有一个长黑K的低点 大概15800 这边不容易过 因为这边是叫仅限位置 那各位发现有个现象是 5月10号 礼拜三 今天的大盘指数最低点多少 就是1579点 15579点 为什么 如果就一种控方市场的人 投资 很清楚是 当我指数拉回到15579点 变成跟4月份的抽盘指数 相对低的 抽盘指数位置非常接近的时候 这时候表示什么 所以今天盘中最低 来到1579的时候 就开始又往上了 表示说至少空方的人 他至少会控制一下 我要收斂一下 因为或许 这边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他会先做一个所谓的补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今天尾盘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 稍微做一个收斂动作 那我认为低点的部分就是 之前的过完年之后的低点 15265 这边位置你会发现到 包括先前拉回15186 或先前因为整个大户的 一个利空因素的影响 拉回到15884 跟这个位置来讲非常接近 所以不管是在15100到15300 大概15265点附近 你可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做一个来回操作 好 我可以发现到 目前的整个一个大盘 既然空间不大 那我想既然是低的一个上涨率 我觉得可以找一些高的上涨率的族群 高的上涨率的族群公司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到有一个 所谓的高股息值率的公司 因为郭忠哥刚刚有提到 5月就是股东会旺季 对 有股东会的旺季 股东会旺季来讲 我们要发现像这几家公司 我觉得看起来到目前5月份 大概进行的三分之一 5月10号 你会发现这些殖利率公司的走势 到目前还算蛮强的 包括什么 国产实业 我想今天包括媒体报纸也有看到 股息殖利率将近有6.9% 将近7% 对 它2块钱 中华车部分 它也将近有4块钱的股利 它的股息殖利率有4.9% 你会发现中联支也是有这样子 将近有4.7 同一时 是夏天的做麻口铁的 罐头的部分 各位发现它的股息殖利率 也有将近7.2 自身是属于电子的周边产品 相对来讲 它的今年的氮气 是在第一季跟第二季 第三季也开始即将 居入他们的旺季 上下半年的营运比 大概45匹到55匹 换句话说 最差的状况已经过 但殖利率来讲的话 它将近有6.2%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波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国产它一直沿着季线 一直往上走 这边有一个低一点的 所谓的长黑 可是那时候的股利 不如大家所预期的 因为它赚那么多 结果却没趴那么多 但不过后来 股价也把这部分的力量 卖压把它消化掉 那自身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一直往上走 而且在这波当中 你会发现 电子股的走势 并不是那么强势 但是它却是底部 逐渐逐渐在做一个 墊高动作 我认为说 假如说没破千前的 4月份低点 这边都是应该是可以走 继续走一个 所谓的初线期的行情 好 刚刚国中各代 我们看到 如果按照历史经验 5月都是一年12个月当中 上涨几率最低的月份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或许高值利率的族群 可以作为资金的避风港 不过我们说台股要上涨 大家还是会看的就是 户国神山台积电 台积电要请到照例 在第一季的获利 他们把现金鼓励 提高到了3块钱 等于全年我加起来可以4季 我可以多配1块钱 但是在今天大家不买单 股价照跌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你假如说以4块钱 其实一年大概多1块钱 那我们算一下 殖利率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2.38% 其实大家会觉得 还是太低 现在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到目前大概还是有3.5%的水準 那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买台积电 我觉得很多人一直在讲 台积电殖利率很低等等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其实在美股当中 有一档股票很强 市值最大的就是Apple 你知道Apple的殖利率 最近这三年的 现金殖利率幾% 不到0.5% 大概0.43% 今年的现金值大概0.5% 你知道它的股价 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 跟台积电一样 见到历史的高点 那时候我把它 因为有拆股等等等 其实那时候的股价 在182美元一股 你知道现在Apple 这一波最高涨到多少 174 你182只差8块钱 你知道吗 它的现金殖利率是不到0.5% 所以你买Apple 你会买它的现金殖利率嗎 不會 所以你买台积电 我跟他要报告 就像陆行之所提到的 他說要用15块 我也帮他算了一下 15块你知道几%嗎 殖利率不到3% 你还是比 假如你真的要这样硬比 你还是比 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3.5% 所以陆行之觉得至少要15块以上 才勉强及格 对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讲 那当然就是说台积电 其实在之前的法说会 他也说过 当他的现金殖利率 他配发率会越高的时候 其实代表一件事 就是他慢慢的成熟了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现在的资本支出 真的很多 你来看一下 他的发放率在2019年的时候 有71.32% 2020年的时候剩50% 然后之后剩47.2% 2022年上 他在干嘛 因为他在扩大 他的5奈米 4奈米 3奈米 乃至之后的2奈米 因为你的自成越高 肯定你的资本支出越大 你今天假如说 好我变成配50% 60% 70% 我跟他要报告 那时候台积不能买 因为他已经成熟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有时候殖利率 就是说对成长股的部分 你不要 你又要他的殖利率很高 比如说你要5% 你又要7% 又要他是一个高成长 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大 何况金元代工 资本支出真的是太大了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我觉得 现金殖利率的部分 其实大家不用真的非常的care 因为他不会配到4% 5% 你知道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不要看殖利 我们看基本面 对我们看基本面 所以殖利这个真的不重要 你知道吗 对台积电而已 就像苹果0.5%的现金殖利率 大家都在等台积电最新公布的营收 没错 营收的部分 结果年减两位数 对 好 你看一下年减 就是YOY付的14.3% 那前四个月来讲的话 就是累积的部分减了1.1% 好 我跟大家报告 怎么去看他 你说4月份的营收 至少他MON有稍微的成长 可是YOY真的差太多 那台积电的部分 在上一次的法说 他大概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用他的法说的 所谓的营收的高标跟低标的部分 来做观察 扣掉4月份的营收的时候 其实我跟大家讲 他的5月跟6月的平均值 大概在1570到1692 1571到1690而已 高标就是1600 那你1570亿好了 跟1479亿其实是成长 所以我觉得未来5月跟6月 其实基本上来讲 这两个月加起来的平均肯定 会比4月份的营收来得高 可是他的YOY还是会出现衰退 因为他去年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 他的营收的激起真的是满高的 大家一定会想 台积电上次第一季的时候 他的新台币的营收的部分 在下飙之下 就是他的下源之下的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那时候是因为新台币的部分 新台币他的预估是失准的 就是说他把新台币 公司预估的新台币来讲 实在比较高 那时候新台币升值了一个走势 可是你假如用美元来做计价的话 其实说真的 他是达到低标的 所以我认为 现在你看一下 他是用这一次 他是用30.4对1美元 你知道现在的新台币对美元 30.7 所以现在新台币是 比30.4还贬值 所以假如以上来看 其实5月跟6月份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他的营收的部分来讲的话 应该会比市场预期来得好 假如他的汇率的部分 还维持在30.7的话 其实会是比较好的 所以假如说 就营收的角度来看 我跟大家讲一个 3月基本上来讲 因为3月的机器很低 所以4月开始这样 今年度理论上而言 假如以月来讲 3月份就是台积电的 今年的营收的低点 所以你假如用正面来看 是这样子 假如以季来讲 第二季就是今年营收的低点 我想这部分来讲 大概是这样子 那只是说 第二季就现在 对 就是现在 就是季的部分 所以你问我说 台积电现在的股价 到底会怎样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看多看空的人都有 那我觉得 以现在来讲 大概你要看一下 你比如说他的大客户 Apple展望 相对上来讲还不错 MVT还不错 可是你比如说像高通 你比如说像联发科 你比如说像Intel 这些客户的猜测 相对上来讲就比较保守 所以我觉得 其实理论上来讲是比较中性 应该是在500上下 来进行整理 其实从去年 大概每年都是这样 年底到第一季财报公布之前 妖魔鬼怪的股票 做梦的股票 其实最会飙 可是重点来了 当你第一季的季报公布完之后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有一些妖魔鬼怪的股票 第一季季报公布 就下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怎么办 你当然要找营收成长的 YOY来讲 比如说前四个月的 YOY的营收来讲 它是出现成长 台积店还衰退1% 你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像智义 中壘 智邦 企基 你看到这种营收来讲 其实都是出现大幅的成长 这个比较 网通族群 这一块其实说真的 营收不错 因为之前是受到缺料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没有缺料 再加上 他们当然有所谓的消费性的产品 比如PCNB 他有商务业 商业用的一个产品等等 又有Track B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假如说以资方来讲 你可以发现法人估的 去年EPS来讲14.64 今年大概还是可以成长 智义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也是成长 企基的部分来讲也是成长 中壘也是成长 企基的部分 我看了元大投估的报告 他去年EPS是7.93 今年预估的EPS9.18 明年10块钱以上 给他的目标价大概是130 其实以目前95块多 算96块好了 目标价假如真的到来的话 至少都还有三成以上 我就说你现在要选的个股 他的EPS或营收 一定要比今年的预估 比去年来的成长 那这样股价才有机会走一个 中长多的一个格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智义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都一样 其实1到4月的营收 都是同期新高 人保集团 对 人保集团的部分 你看一下智义 毛利率 营业利率等等 三率三升 那这个是他的周线 但是我发现 其实也有底部的形态 最近的投信法人也在买 那企基的部分来讲 像这种有富爸爸 对不对 伪创 其实伪创最近的股价 也涨了一大段 那有富爸爸的加值 你看一下企基 这个也是周线 长虹棒拉起来之后 拉回来整理一下 因为最近盘势真的不好 所以拉回来整理 可是股价还是站在大量区 大量区的低点之上 所以这个代表多方有手 那当然它有5G 卫星 电动车等等这一些 另外的中壘的部分来讲 也是相同的 它也是扩大到汽车的 一个应用面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票 其实像这些商场 比比大概十倍 其实相对上来讲 是平价面是真的是 比较便宜的 好 刚刚赵立档 我们看到 在五月虽然说很难操作 不过有基本面加持 包括像是网通族群 这个业绩表现还是相当亮眼 我们说网通在后市 其实是持续看好 最主要是它的运用面 是越来越广 我们现在看到 像微软在这一次 洗手的核硕 还有声波通讯 帮阳明海运 要打造台湾第一艘的 5G专网的货轮 要请教洪文哥 过去我们说到 这个远洋渔船 这个在海上航行 那么其实船员非常的辛苦 如果说要打电话 回家联络 其实都是非常的不方便 不过现在如果说有这样一艘 5G的低轨卫星 这样一个货轮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方便许多 对 我想我等这个新闻等很久了 因为我在三年前 就开始在关注低轨卫星 很多人知道低轨卫星 以后知道低轨卫星 但是不知道它的用途在哪里 我觉得远洋货轮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想远洋货轮大家都知道 它的航行的时间很长 十几天 二十几天这样子 这个中间其实过去 他们靠的通讯是什么 是那种高轨卫星 高轨卫星的通讯 是经常会断讯的 就是收讯不太好 收讯不好 而且就是说它的高轨卫星 打上去的没有几颗 所以你远洋的货轮 你在行进的过程 你经常会断讯 断讯就是说 所以那个时候 那些在船上的那些船员等等 他们就只能通常就是写email 可能也要隔好久 这个家人才会收到这样子 用电子邮件联络 真的是很难 所以现在就是说 这个低轨卫星 大家知道简单的概念就是说 它是在地球的 比较低轨的这样的轨道运行 它的运行速度很快 而且它打的科数很多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船在行进的过程 你可以一直连上低轨卫星 就是说让你的通讯会不中断 所以严格来讲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就是说 我再讲一下它的作用是 它的机制是怎么样 就是说它是用6G 我们现在说低轨卫星是6G 6G 用6G跟这些低轨卫星连 连了有通讯了之后 它在整个船上面 是布满了5G的专网 所以是6G加5G 这样的一个结合这样子 我想所以这种应用 我说我为什么等这个新闻等很久 是因为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说 它到底有什么应用 我想大家大概都在讲说 用手机以后来6G通讯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理 因为我们的手机 通常就是在这种有基地台的地方用 我们即使到很 比如说去爬山 那种很高山上没有通讯 我们这个手机当然就没办法 没办法连到基地台 那个时候去用 用这种低轨卫星是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用途 其实都很少 最主要就是说6G的 就是低轨卫星这样的一个通讯 它主要用到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飞机 船这种 基本上是连接不到 地面的这种基地台的这种服务 有时候连不上5G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它才它会用这种6G 所以我说台湾发展低轨卫星 这样的一个产业 我们如果举手机产业来讲好了 就是说手机 台湾只有2300万人 每个人都买一支手机 一年只有2300万支的市场 所以那个市场是很小的 很小 也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发展手机里面的晶片 零组件 镜头等等 但是我们整个终端市场 我们是没有影响力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工业电脑 我们台湾的工业电脑做得不错 我觉得这个中间也有一个很大优势 就是说台湾有很多的工厂 都是世界级的 我们有鸿海 我们有电子五哥 我们有半导体 这些工厂里面都要用到工业电脑 所以我们做工业电脑的产业 卖给这些客户是很容易的 因为这些客户就是我们自己人 那讲到低轨卫星说 那低轨卫星的应用会是谁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其实除了远洋的这些货轮 台湾有很强的远洋货轮的船队 我们有长龙 阳敏 旺海 今天这个主角是阳敏 这些都是在全世界大概就前十名 或十几名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些船是很多的 台湾还有一个叫远洋渔船 以前我们早期 现在可能没有以前的盛况 我们早期的这些远洋渔船 全世界就是第六名 第七名的 就是很多的到各地去捕鱼 那这些捕鱼的这些船 他们以前也一样是没有通讯的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没办法用到这些 这些远端的这些船书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说我们有货轮 我们有远洋渔船 以后一样的 就像工业电脑 我们有很多工厂会用到 用到一样 我们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服务 不過我们说到 在这一次阳敏海 他导入了5G之后 这个低轨卫星货轮之后 以后他是不是会有更多新的应用 譬如像是医疗 还有在维修 不是只有通讯而已 其实现在在新加坡 就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新加坡 他们现在开始可以协助船员 来做远端会诊的情况 没错 我想新加坡 也是真的还蛮先进的国家 他们做这个 是用5G 5G的一个设备 然后在 也一样的是在船上 让刚刚讲的医疗 就是说你有一些船员 如果突然生病了 过去就是说 他们可能要用 赶快派那个船去载 一个就要花500到600美金 300到600美金 300到600美元 对 其实是蛮高的 他们现在改用这种5G 就是说你可以就是 现在远距医疗 其实是很方便 我就不用匆匆忙忙 趕快把这个病患送回岸边 是 那就是让医生远距来 帮你看病 那当然那个设备 设备要好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设备 慢慢都做到 可以是行动化的 不用像以前那样 在医院那么大台的设备 现在连超音波 连很多的这种设备 都可以很小心化 另外就是说 医生来跟你看诊 最重要的是通讯 你通讯如果一直中断 然后你甚至有时候你要 人家现在有远端在手术 你那手术 如果中间给你断讯 那你不是很麻烦 麻烦大了 对 那个大量出血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医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维修 我想远端的维修 我们刚刚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阳明海运跟微软 那个合作案 他们还有叫做HoloLens 就是那个远端的 可以带一个那个就是镜头 然后可以看到你现场 那个轮船 渔船要怎么样修 那他可以用透过这个来跟你修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的是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其实台股是走跌的 不过在生计的部分 整个市值却是往上增加的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好